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三妹夫妇的楼顶菜园 现在看到我们盆栽有几盆的菌菊类 两盆是脆皮菌菊,两盆是金蛋菌菊 现在下雨了,我们用椅盆来遮住它 那么这个菌菊类的如果配土和养护方法得当的话 挂果可长达几个月 下面分享这个金蛋菌菊的盆栽方法 配土方法和管理方法 首先我们用到的这个土是腐叶土加那个骨壳 腐叶土营养丰富,疏松透气 加上骨壳的话,更加增加了它透气性 所以这个配土还是比较好的 前面那个脆皮菌菊我们也买回来养了一个多叶 那个果还是挂得非常的好 在上面可以养到粘 那放了一半的土之后 加一些腐熟的农家肥 这个是羊分 再用这个配好的这个土呢 覆盖住这个羊分 然后我们就把这颗只花了20块钱 还是值得的 那你到年买的话会上百块钱 因为现在它有果 我们就不再巴拉这个土养了 到明年换盆的时候 然后再巴拉一下这个根系 让它露出毛根系 现在先不动它 现在先养下来 让它过年能够挂 挂住这个果能够成熟 那现在买的话很值 因为它只有20块钱要挂满了果 它还没成熟 养一个多月到年的时候 它刚好成熟 当时到时候就非常漂亮 而且这一个这种金菊类又可以吃 又可以观赏 到年的话是一种非常喜性的年 年销花类的这个果 它就是寓意很美好 金菊 年年有吉 所以趁现在还是比较便宜的话 买回来盆栽 买几颗来盆栽 还是非常值得的 盆栽这个配土得当 然后你要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临足这个水分 室外阳光充足的地方 如果阳台的话 你就放在能够晒得到阳光的地方 临足这个水 它挂果的话 有营养 保住水分 然后阳光充足 它的挂果时间会长达几个月的 你看我们这个中间的两盆脆皮菌籽 种了有一个多月 它果实都成熟了 它挂得很好 没有掉 下雨的话一定要提醒 一定要遮雨 因为一个菌籽它结果了 下雨太多的话 它会裂果的 所以注意防雨 这个问题防雨 朋友们对盆栽 菌籽类的果树 有什么建议和看法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交流分享 如果觉得三妹的分享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